大家好 从本节课开始 我们就要学习陆志宏 或者是VBA功能 陆志宏 VBA 那么 我们首先要在我们的 工具栏中把 开发工具调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工具栏里面是没有 开发工具的 我们做一下笔记 第一步 可以 鼠标 右键 自定义 功能 去 按钮 鼠标 标准右键 设定一功能区 也可以 点击 文件 文件 然后找到选项 单击它 然后 点 选拥 选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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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 自定义功能期 打击它 找到 开发工具 我们点击自定义功能区 来在这边主选项 这里我看到一个开发工具 把这个勾打上 点击确定 然后这个开发工具就显示在我们的 命令按钮 拆打里面 如果说你的界面看起来跟我的不一样 那你的版本跟我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是 365版本 增强版 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 点击留言 然后给我发私信 我免费分享给大家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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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